局長在回答的第二、第三段都很清楚地表達 為了確保只有一句合理、理據的申請才會獲准批准法宏 所以這些所有法宏的申請都由法律署去法律署的律師審批 他現在審批的過程中是必須信任有理據才會批准法宏 當政律師服務入面根本沒有一個簡律師的安排 現在居然是用一個這樣的理由在法宏書裡面的申請又可以得到批准 給到他進行司法覆核真是匪夷所思 我想問局長這個這樣是不是實質上反映到在審批法宏的程序之中出現了漏洞呢 如果你說不是的我想問他怎樣理解到這個個案會這樣出現呢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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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咨詢 其實知道了現在有人被人說其實都不對 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或獲得司法補救 主席 主席 法定人員 主席 主席 法定人數不足